以前因為我以前還被那個同學評為就是全校最好笑的人這樣 就是是比較比較搞怪的 都被同學整就是塗的滿臉都是巧克力在下課的時候 我就這樣直接去上課 就是直接滿臉巧克力的去上課這樣 然後就被老師罵之類的 反正老師講什麼我都會回一個幾句這樣 對 調皮的學生啊 應該大家比較關心那個戀愛經驗吧 我們剛剛已經看了一下手卡有很多你知道辛辣的問題 今天就會逼死他 有接吻然後說她是我女朋友 對對對 這樣大概三個 才三個 因為我有一個交往快五年就四年半這樣 所以我的青春都給他了 他原以為你要說浪費在他身上 你後來還寫了一首歌嘛 對對對放下旅行是誰給他 然後對啊 就有點可惜啦 學生時期應該多教幾個 後悔了 交往多久會帶回家給父母看 其實我只要 只要交往都會和爸媽說 對 因為我媽非常的八卦 然後她非常的希望我交女朋友 所以她動不動就會問一下 那我也不想騙他們 所以就會就會講這樣子 那如果分手了也會跟爸媽說嗎 分手這種事好像很難主動去講 但是他們問我會說分開了這樣 對因為我媽很喜歡就是以為分手我就會很難過 對所以她就會一直 你還好嗎 那我先不要吵你 就很擔心你 就反而會讓我覺得心情更差 這玉璟現在真的單純嗎 對我現在單純 為什麼 不是之前才好像對於那個心情有好感嗎 呃 就是我們現在都還在了解彼此的狀態 所以也沒有 就是也不急著要談戀愛啦 這是話沒說死的感覺嗎 沒說死啊 對啊 就是還 就大家都還是好朋友這樣 那為什麼會突然在Facebook上發一篇 單純宣告 那是因為我覺得 就是要給關心我的人一個交代啦